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空军在东北亚地区组织实施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中方派出两架轰六K飞机与俄方两架图九五飞机混合编队 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按既定航线组织联合巡航 飞行期间两国空军飞机的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 未进入他国领空域 此次联合巡航旨在深化和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一步提升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 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项目 不军队的 第三方